今天继续介绍高分医疗剧《怪异豪斯》第35集 时装发布会上,光鲜亮丽的模特们正在进行走秀 后台内,15岁的模特亚历克斯的状态有些不好 设计师让他振作起来,坚持完成这次走秀 亚历克斯的爸爸感受到了他的焦虑和虚弱 便把他拉到的角落,给了他一片治疗焦虑症的镇定药物 亚历克斯有些犹豫,但时间紧迫只能吞下药片调整状态 可就在他往回走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他突然耿到一阵眩晕,还殴打了另一个模特 在全场的尖叫声中,他瞪大双眼,晕倒在了地上 早上起床之后,豪斯试图摆脱拐杖独自行走 但那条不争气的腿还是让他失败了 来到医院,沃尔森问豪斯为什么不做复检 自己也可以给他检查一下那条伤腿的具体情况 此时,女院长走了过来 亚历克斯被送进了他们的医院 女院长决定把这个病例交给豪斯 此时的亚历克斯已经清醒,精神状态看起来很良好 豪斯来到他的病房,开始了解病性 亚历克斯说,自己当时打人完全是无意识行为 昏倒时,倒是知道周围的事情,但不能移动和说话 豪斯却问他,上台之前喝了多少酒 亚爸爸抢着回答说,他只喝了几口香槟 用来服送一片安定 豪斯告诉他们,他的病因和那片安定没有关系 亚历克斯已经异常出汗好几天了 胃也不大舒服,经常会感到恶心 而这些症状的具体原因要在各项检查之后才能被发现 卡梅隆对于主动见病人的豪斯感到很惊奇 亚历克斯只有15岁,还未成年,但他眼里却有很成熟的东西 他的尿液中含有安定和海洛因,排除的间断反应 卡梅隆却认为,可能只是试了一次,并不意味着他是个眼君子 他的促导和暴力行为也有可能是神经问题 有可能是初期多发硬化症,或者是帕金森 如果按吸毒处理把他送出医院,很有可能会害了他 豪斯让福满深度麻醉的亚历克斯用阿片类结痕剂冲洗他的系统 这会让他在一个晚上的时间就戒除毒瘾 风险就是,如果他复吸的话会容易吸毒过量 因为他的身体在经过治疗后会对毒品产生迟钝 亚爸爸在经过考虑之后同意了这个方案 因为担心女儿就一直守在病房外,并及时发现了心脏停跳 经过紧急抢救之后,亚历克斯的心跳恢复得正常 醒来之后的亚历克斯显得非常正常 但没过一会儿,他就开始重复刚刚说过的话 这是短期记忆遗失的症状,由缺氧性脑损伤引起 福满认为很有可能是戒毒过程中心脏停跳造成的 豪斯告诉他,心脏只停跳的30秒,不会影响到大脑 最大的可能性是患上了创伤后心理障碍症 亚爸爸寸步步离地跟着他,却不一定是个真的好爸爸 面对福满的质疑,豪斯坚持自己的判断没有出错 他们可以做一个合磁共振和腰椎穿刺来确认他的脑袋没问题 而豪斯却当着众人的面询问亚爸爸是否性侵过自己的女儿 亚爸爸刚开始的时候还失口否认 直到豪斯告诉他,亚历克斯的情况很不乐观 他才承认 由于亚历克斯不断地抽搐,合磁共振检查无法进行 腰椎穿刺结果显示,他的脑肌液蛋白质水平上升 福满和豪斯都错了 亚历克斯不是脑损伤,也不是心理障碍症 卡梅隆认为应该尽快通知儿童保护中心 医患保密条例并不适用于儿童性骚扰 豪斯认为应该先治好亚历克斯再说 毕竟现在的情况太过危险,还需要监护人 腿部的疼痛让豪斯变得烦躁起来 无法参与到小组的讨论中 但他非常了解亚历克斯现在病情的凶险 如果亚历克斯不想不明不白地死掉 就必须进行脑部活检 这需要在他的后脑勺钻一个洞 亚历克斯听了之后并没有害怕 反而担心自己的头发 豪斯在沃尔森的劝说下做了合资公证 卡梅隆趁着这个空档 对女院长说了亚历克斯爸爸的事情 女院长给儿童保护中心打的电话 豪斯必须配合调查 合资公证显示 豪斯腿部的神经没有再生 有些时候心理上的疼痛 会被转换成生理上的疼痛 沃尔森认为 豪斯的疼痛很有可能是心理原因 因为史戴希离开了医院 离开了豪斯 活检结果显示 亚历克斯脑白痴没有病变 白痴被排除还剩下灰痴 可灰痴无法具体检测 就在这时 豪斯突然想到了另一个新的思路 也许他们检测到的一切症状 都是虚假信号 如果亚历克斯体内任何部位有癌症 他就应该有副肿瘤综合症 这会导致他体内的抗体攻击大脑 针对副肿瘤综合症的 剂免一球蛋白 减轻了他的抽搐 癌症可以解释 亚历克斯之前出现的攻击行为 和身体上的异常 剧烈的疼痛 让豪斯找到的女院长 为自己进行注射 简单的指灯片已经不能起效 他必须要注射医用马飞 豪斯不想让医疗小组的成员知道 自己药物上瘾越来越严重 这会让医疗小组的成员 更加质疑他对病情的判断 在经过各项仔细的检查之后 亚历克斯体内的任何组织 都没有出现癌症 也许亚历克斯的抽搐 是他心理下意识的反应 可以减轻他抽搐的不是药 而是输液这个行为 豪斯让他们把亚历克斯的药 换成了生理盐水 来试一试亚历克斯的病 到底是不是心理作用 儿童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 也来到了医院 但在面对询问时 亚历克斯突然改了口供 亚历克斯本人也否认了 自己曾遭受过爸爸的性侵 卡梅隆这位亚历克斯 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应该说出真相 亚历克斯说没有必要 因为是他主动灌醉的爸爸 才发生关系的 不仅如此 他还和经理人 摄影师 助教睡过觉 这些行为 给了他资源 给了他前途 就在卡梅隆和亚历克斯 谈话的时候 他又开始抽搐 也就是说 亚历克斯是真的得了病 不是心理作用 豪斯 突然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亚历克斯已经15岁了 还没来过例假 他给亚历克斯 恢复的真正治疗抽出的药物 在抽出停止之后 给他做的核磁共振 核磁共振显示 亚历克斯患有 男性 假两性畸形 并且的确患有肿瘤 肿瘤就长在隐形的男性生殖器官上 他的DNA为男性 是个拥有XY染色体的男孩 听到这个消息 亚历克斯和他的爸爸都有些崩溃 豪斯再一次找到的女院长 让他给自己注射马飞 女院长告诉他 自己上次给他注射的是生理盐水 豪斯腿部的疼痛 的确是心理问题 好了 这里是老景观影 我们下集再见了